其他教练来看到危险驾驶在国道上竞速飙车 上个月初有多部车辆在国道3号南下南投服务区路段 深夜竞速行驶还任意的变换车道 其中有一台车直接行驶在两个车道中间试图逼车 对此警方也将传唤驾驶道案予以开罚 深夜时分驾驶豪端端行驶在国道3号南下南投服务区路段 打了方向灯正准备切换到内线车道 远方却传来长长喇叭声 下一秒一台轿车及时而来 大喇叭占据两个车道中间不断靠向驾驶试图逼车 驾驶只得被迫让出车道 但危险画面不止折磨 只见右方两台车接连从路间窜出呼啸而过 还不断长按喇叭 示意前方车辆加快车速 驾驶看了直腰头因为多台轿车 不只上演玩命关头版的竞速飙车 换个早路看也能清楚看见他们任意变换车道 甚至狂闪车灯已经严重违法 将调阅相关行车影像资料 通知道案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规 一道交条例只要21B车最高可处 两万四千元 飙车禁速则最高可处九万元 如果不幸造成事故 还可能触犯公共危险罪 驾驶可别明知故犯 疑身是法 这就是我们的报道